欧洲天然气价格大涨10倍 澳洲何时会涨价呢 本期视频将通过全球天然气线状 以及澳洲天然气行业情况 来阐述这一问题 大家好 我是GoMarkets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8月份美国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 已经涨到了每百万英热单位4块2毛钱 比去年高了2倍 亚洲在疫情以来 天然气价格暴涨了6倍 欧洲更加疯狂 由于俄罗斯目前不愿意向 乌克兰支付高昂的过经费 7月以来呢 俄罗斯对欧洲出口的天然气总量呢 少了10亿立方米 8月20号呢 俄罗斯和德国就天然气管道 北溪二项目谈话 这次一条从俄罗斯经过波罗的海 直接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 如果建好呢 德国就可以从俄罗斯进口两倍的 天然气份额 但是目前呢 俄罗斯再次受到美国的制裁 因此呢 对西方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14个月的时间呢 欧洲天然气价格呢 涨了10倍 那么为什么澳洲天然气价格相对稳定呢 同时大量的天然气上市公司股价不升反降呢 在2021年5月呢 有两家中国企业接到中国政府通知 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液化天然气 中澳冰冷的贸易关系呢 就是直接影响澳洲天然气价格的主要原因 好处呢 是澳洲本土的天然气质够多 我们不需要出口 那么当然了 价格就涨不上去 坏处呢是天然气类的澳洲商事公司销售额难以大幅增加 中国呢是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最大的出口市场 2020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售29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占中国总进口量的46% 价值约130亿澳元 中国买走了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的38%的份额 中国在其他天然气市场份额的主要来源呢 除此之外是中东地区 那么世界上最大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用278亿美元的大单 同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协商 那么未来呢 中国将从中东的国家进口更多的天然气 同时俄罗斯由于受到美国制裁 相应的就会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 所以我认为呢 澳洲政府目前和新西兰政府相比 在对中国的关系问题处理上 新西兰政府处理的更加稳妥 那么紧张的中澳关系呢 在短期内难以缓解 因此呢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上市公司的股价 就难以有不错的表现 澳洲呢有一家能源类的公司叫做COE股销代码 主要业务呢 就是天然气开采和销售业务 它在澳洲的客户呢 包括AJL Energy和Energy Australia等 受到天然气价格波动本身的影响呢 去年公司的营收还不错 但是呢长期来看的话 如果公司股价想要大幅提升 那么只依赖本土市场是远远不够的 好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获得更多的市场相关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